12月19日 美国南加州多个华人社团 为竞争连任的洛杉矶县 县政委员主席凯瑟琳·巴格 在洛杉矶阿开蒂亚市举办筹款午餐会 近百位各界华人出席了活动 高度评价巴格为华人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并呼吁华人社区积极支持巴格继选连任 筹款午餐会 前主席张次豪等先后致辞 希望华人社区以各种方式支持巴格的竞选连任 今天我很开心也很激动 这种心情来参加我们洛杉矶郡长筹款午餐 非常高兴 今天也是我们商会成立的一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商会主要以中美商贸和文化互相 民间来连带 做一个纽带 我同时在今天也希望我们 把这个商会将来在中美民间商贸文化当中 起到更大的作用 各侨团代表也纷纷发言 巴格对于华人社区的关注和友好 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巴格勤奋工作和热心服务的工作态度 特别是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突出能力 巴格应该是洛杉矶县第五选区代表的最佳人选 明年三月份的洛杉矶县选举中 竞选连任的巴格将面临两位竞争者的挑战 希望华人社区全力支持巴格参选